打线高考考的怎么样 还行慢 高考 这两天 白天的时候匀高考 搞得我挺紧张的 好吧 看了那些题目 果然还是我不会做的 我没想到 我想看一下数学有多难 他第一波写个等叉数列 十年前我不会做了 十年后我依然不会做 我压力挺大的 没想到过了十年后 我还是没有任何长进 所以这两天不想再看了 我看了这个片段 我每次看到这个片段 我都 当年我在台上 我感觉自己还挺好 后来回放给我 我每看一次我都想死一次 这个皮肤还不分红给你 没有没有没有 好吧 我是最强王者参见 我是最强王者参见 是不是我 我想多了 不能每次进来 就是对面认得我 他们就好好打游戏 我们在那里认得我 不是站在不动 就是挂机 然后挂机挂完要聊一拨天 关键时候掉两拨点 就站在旁边看着我玩 然后就莫名跟大家说 我开麦说好好打了 你看 真的痛苦 太红了主要是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 大仙我大学毕业了 我可以去跟你干吗 可以呀 你先去试试吧 不要指望说一夜冒 你随便哪个平台 你直接开工 就那么明星两三个人 你看你怎么熬得住 我开始就是几个人熬过来 熬了多久 我看你了 爱你的天 我是集天时地利人和 万千宠爱我 你那么一生 十四造英雄 最后十四没造出来个英雄 最后成了一厨子 最后成了一厨子 小时候还会挑食 不吃苦瓜 后来没想到 苦瓜在我的记忆里面 扎根这么深 我见到苦瓜 我就嘎嘎往嘴里面塞 好不好吃不重要 渐渐地开始品那个苦瓜 嗯 不知道谁一直对我是不是 有这种感觉呢 我坚决不喜欢 这个长发男子张大仙 表演了我三四年 终于在有一天 发现的这个感觉挺好的 只是看我带苦涩 他也能欣然接受 一二三四五变七八 采访我一下 请问你对王者的机制 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 你才八年贵 三年前十三年贵 又没有经历过 我真的很好 你别那么嘴硬嘴硬 那就是我菜 我说我菜 你凭什么一个下路 打不赢两个 啊 不就三个人来怨你的塔吗 你这都扛不住 啊 队友点我的头像 我还没醍醐灌顶 队友骂我 我觉得还没清醒 队友说让哄我就知道 队友说要吃中的兵线 我立马 躲到塔下 别问我是谁 我 峡谷大渊主 没有 if you see me calling 护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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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散 咱们不散 咱们不散